將精挑細選的玉米插上鐵棍 再用力刷破表面後 就能把玉米放上露台烘烤 接著刷上的醬料 就是各家烤玉米特色關鍵所在 這一家有一位20幾歲年輕人 創業的烤玉米 老闆特別研發全素的醬料 好吃程度完全不輸 放了很多辛香料的烤玉米 我做全素是因為現在的那個素食者 吃素的人越來越多 外面烤玉米是荷素的一起賣 像荷石的話基本上是用辛香料 像是蒜頭 或者是像說比較重一點的味道 像豬油去提味 那變成說他們會擔心到 會不會他們在做醬料 或是在製作備料過程中 會沾染到一些像是荷石的東西 因為我是用那個堅果類 像花生絲嘛 還有那個中藥材 去做味道苦強的這個動作 很喜歡堅果這種香氣的人的話 那接受度會蠻高的 我本身是一個不喜歡麻煩 不喜歡爭議的人 那就乾脆就做全素了就好了 謝謝 趁得吃謝謝 拜拜 不只對醬料要求 老闆特選口感軟Q 微帶綿芽感的雙色糯米玉米 搭配上獨特醬料 創造出耐嚼又噴香的口感 也難怪客人都寧願等待 也不願錯過這現烤美味 我是用那個雙色糯米玉米 它那個農業代號是802 那現在不管是像可能水煮啦 或者是說烤的基本上都是用這種比較偏多啦 那它口感的話會比較偏像軟Q軟Q這樣子 那也比較適合現在人喜歡的口感 那下一個貴心 謝謝 謝謝 嘿 哈囉 你的玉米好了喔 老闆你這個烤這麼焦我不要啦 這不是烤焦啦 這是我們的招牌松露順爵黑 主要的材料有松露啦 還有黑芝麻跟竹炭粉 外面吃不到啦外面吃不到 對啊 全台唯一啦 算是我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啦 把西式的東西跟周式的東西說合併這樣子 對喔 它也會讓一些喜歡烤玉米的人啊 吃到不一樣的感覺 如果跟別人一樣的話 去吃別家的就好 根本還要來 老闆自豪獨創的黑松露玉米 不只外表吸睛 口味也是外面找不到的 會這麼用心研發不同口味 除了自己本身對烤玉米的喜愛之外 也是不想讓這傳統台式美味有一天消失 自己就喜歡吃烤玉米了 那家家說現在做烤玉米的人越來越少了 幾乎已經快要看不到了 那這種味道當然是不能失傳啦 要讓它繼續下去這樣子 我在這附近工作 然後路過看他們家的玉米還蠻特別 所以再來買了 他們的醬汁還蠻獨特的 然後也不會膩 玉米還蠻Q的 我覺得還蠻愛吃的 還蠻香的 年輕人烤玉米有創意 也有為客人設想的貼心 老闆在每個包裝袋上 都附上牙線棒 讓紳士淑女們吃烤玉米 也能不塞牙縫 只留下享用美食後的滿足 記者蕭宜萱 蔡宜文 高雄報導 好